捏不住它 放在口袋里面 它里面一直冻 可能是肚子饿了 看一下 哎呀 眼睛已经蒸了一点缝了 整整的六天大了 食堂里面的食物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 外面的气温有一点低 我们给它拿到家里面去喂 给它放在这上面 一天天的看到它长大 快头也越来越大了 食物我给它问在旁边的 哎呦现在好好动 得给它扶着 不然你会喂不到 胖嘟嘟的 现在喂一次能管四五个小时 就是刚出壳的几天 比较难喂 两个小时就要喂一次 所以我经常是半夜还要起来喂 喂到十二点钟 早上六点钟起来喂 因为它那个食囊比较小 储存不了多少食物 也不能喂得太沉 现在你看它这个食囊 这么大了 知道站着要吃的了 越来越来越好喂了 越来越好喂了 好大的嘴巴 好了 差不多了 空一点 也不能喂的太沉了 尽管它这个食囊有这么大 你喂的太沉了之后 里面食物太久了 它就容易变质 及时了就麻烦了 拍到那小吃吧 还要吃 吃到看我的手指头了 好强壮 这只体力特别好 好了 你还是回去休息吧 走 给它放进去